印光祖师在他的教诲当中 有强调 首先延迟戒律 因为戒律是修学的基础 修学的基础 戒为无上菩提本 还有提到一个重点 菩提心是修学的主帅 打仗不能没有统帅 所以菩提心是主帅 我们一提到菩提心 大家应该会很重视 印竹讲的第三个重点 真性切愿是修学的先导 真性切愿 这个愿力带你去西方籍的世界 那这个菩提心是主帅也重要 我们念劝发菩提心文 给我们很高度的一个提醒 入道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极物 立愿居先 愿立者众生可度 心发者佛道堪称 下面这个提醒就很重要了 苟不发广大心 立坚固愿 则重经沉洁 依然还在轮回 那我们现在都在轮回 所以很可能我们过去生修行 最关键的是什么 没有发菩提心 那祖师这一段开弦 他马上引了 《经中之王华言经》的一段话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明摩业 行善最后变什么 摩业 这个话的分量相当重 佛门有一句话叫三四愿 修成三四愿 第一是修福 第二是享福 第三是堕落 我们当前的社会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 有财富的人 有权的人 他不懂得修行 竟拿着财富权力 挥霍 甚至是作恶 所以一世 把好几世的福报 花掉了 然后又造了 无量无边的罪业 那这个也是 他虽然在享福当中 他没有发菩提心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那变成磨业了 那这里是讲 不是 华言这一段话 不是说没发 是什么 发了以后还忘失掉 所以中庸 第一句话的提醒就很重要 道也者 不可虚于利益 所以菩提心 就是道啊 不可虚于利益 所以我们时时要 保持这个菩提心 用菩提心做一切事 都是殊胜的功德 比方我们昨天去爬山 我们爬山要上坡 爬山要下坡 那华言经的进行品里面 他就讲了 健身高路 我们爬坡嘛 健身高路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就是心包太虚 大家对当愿众生 这一句话熟不熟悉 熟悉 自归佛 这三个三归一的句子从哪里出来了 就是华言经的进行品 所以我们看到要上坡了 就健身高路 当愿众生 涌出三界 心无缺弱 不要胆怯 勇敢地把它爬上去 心无缺弱 那我们时时知道 要锁住这颗菩提心 爬山的时候 也是在修积功德 我们起的心 就是当愿众生 都能涌出三界 心无缺弱 昨天依然说 之前他不敢发心 昨天他鼓起勇气 发心了 心无缺弱 另外一句 又讲到 见屈下路 屈下路就是下坡了 当愿众生 齐心牵下 齐心牵下 长佛善根 要往下 就提醒我们要谦卑 齐心牵下 增长佛的善根 那佛最重要的善根是什么 平等心 是佛最重要的善根 我们说 始法界 一正中 庄严都有 引业 引我们到始法界 到佛法界 最重要的是什么 平等心 大家听过这一段 教诲没有 你们怎么没有反应 你们现在都急着操 有没有听过这一段 成佛最重要的是 平等心 师长老人家有常讲 那我们听完了 我们人生变化了没有 这个要勘验呢 我们学了以后 我们自己有没有变化 那这个一勘验 我们才知道 我们有没有解形相应 我们不能学成 这个皇室人的母亲 是吧 大家看过白毛女吗 这边有比较年轻的人 可能没看过白毛女 我也没看过 我是刚好听 皇室主老君 是说 这个白毛女 这个片子里面 有一个人 是皇室人的母亲 是不是 她进了佛堂 很虔诚是吧 出了佛堂 啥都干 我们不能变成这样 包含我们说 你读了论语 气质要什么 能改变呢 也不能读了论语 读了一年两年 气质都没有变 那这个就白学了 所以这个是属于 我们都要勘验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听了 师长老人家说 平等心 是佛法界的营业 那我们这一生要去哪里 极乐世界 那是佛法界 你每天都想着要去 用心都是用高下傲慢心 去得了吗 那就跟我们的目标 背道而驰 所以其实这一段 开示 平等心 是佛法界的营业 那我们一定应该 我要藏保平等心 当平等心一失去了 那我们要警觉自己 那我要去搞轮回 我是要去成佛的 不是要搞轮回的 马上这个心就跳上过来 那师长老人家在 将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他老人家有一段开示 刚好在开解这个平等心 师长老人家说 我念阿弥陀佛 跟大家不一样 在我的心目当中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跟对阿弥陀佛 绝对没有两样 大家听过这一段话没有 哇 那叫随缘入冠 这一段话 他真听进去了 放在心上了 他在看每一个人 一不一样 不一样了 看每一个人 都是什么 哇 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师父有一段话很有味道 师父说 当你看一切人都是佛 恭喜你 你成佛了 当我们看别人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那不是恭喜我们 那我们不是成佛了 我们都在搞 轮回业了 好 所以师长老人家这些教诲 我们每一句用心体悟 都有大的受用 甚至于当下人生就改变了 心境改变了 一切人事静缘也会跟着变 因为医报随着 所以境界没有办法转 我们说君子物本 本利而到身 一定要回到 这个心 好 那我们刚刚强调 菩提心的重要 那我们也听了师长老人家这么多的课 事实上呢 老人家有大智慧 会洞察这个世间的问题 而且提出解救的理念方法 有智慧就在这里展现出来 陈侯某先生 他有讲 必做 世间不可少之人 我要做世间最不能少的人 必为世人 必为世人 不能做之事 世间人不愿意做的 我去做 那这个世间现在最缺的是什么人 那佛陀 他连国王都不干了 他去当一个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那这个表法 不是也给我们的人生 一个启示跟思考 那这个世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而且很现实的情况是 最重要的事 很少人去做 你看老人家现在做 跟这些大使们介绍中华传统文化 这件事重不重要 重要 可是他老人家93岁了还这么奔波 那代表最重要的事 还是很缺乏人去承担的 所以我们去承担这些最重要最急的事 这个就是菩提心的落实 好 那诸位学长 师长老人家这么多旧式的理念 我们能不能每一样都做 不可能吧 有可能 我们契录法身大师是有可能 那就像观世音部 千处祈求 千处应 那依我们现在的能力 我们得要有理智 我们不可能一下变观世音菩萨 所以理智的话 那我们面对因缘 也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这个时候要记住四个字 八个字 是我们红录大师晚情集里面 隔颜别路的教会 要度得量力 度得量力 审视则人 我们自己有没有经验 就是也很热忱 很激动 答应别人事 结果做到一半呢 就觉得好像做不下去了 退也退不回来 挺难过的 那这个时候过去烦恼 我过去怎么答应呢 现在烦恼 现在该怎么办 未来烦恼 我怎么活呢 你看 你看一个 决策不对了 就麻烦了 你看第一次回忆很重要 是非疑 勿情诺 勿情诺 进退错 所以这八个字 在隔颜别路当中 特别强调 请问大家 量力而为 这句成语读过没有 用上没有 其实我们 身上的宝多不多 多啊 你得拿出来用 你看那观音菩萨 不是很多手是吧 然后你看他每一个手 都有个法宝有没有 得用 度得量力 审视 责任 度得量力 是对内 我们自己的状况要 分析清楚 其实这些分析啊 都不外 分析我们条件 具不具处 这个就是万法 因缘 缘就是条件 你很发心 可是你得要有能力 你得要有智慧 你得要有 外在的这些助缘 包含 包含 审视 你很热心 但是不了解 现在国家的法令状况 形势啊 可能好心都把 事给坏了 曾经我们的 曾经我们还回到 后继 的故乡 陕西 阳陵 说到这里 要认一些 亲戚 这个 后继啊 是周朝的始祖 因为自我介绍的时候 听到不少人说 我是武王啊 文王啊 后继的后代 那陈德也是文王的后代 所以要认一下 亲戚 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要互相共勉 不能给祖宗丢脸 要努力 当时我回去挺兴奋的 回到自己的始祖后继 故乡养领 结果我们要讲五天的传统文化 还没讲 第一天 会场门一打开 来了很多人 陕西人很热情 又很憨厚啊 很踊跃啊 结果呢 有出家人也来了 穿着出家的衣服都进来听了 那个公安一看到啊 紧张了 他也不了解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是讲传统文化嘛 可是他一看到出家人 佛教 马上咖 我们课就讲不成 然后当时候还说 担心我被抓 我很紧张 赶快派这给我送回去 我也经历过一些 很惊险 有时候这个惊险是自己制造的 没那么严重的 所以 这个 我也遇到一位同仁 有人就毁谤他 甚至还要告他 我说 那这很严重啊 他没关系啊 被抓进去了 念佛就求生净土嘛 他的境界很高 他什么都是好境界 他都没有挂碍 那你看 他没有审视 没有了解国家法令 你谈文化 谈教育 但是一牵扯到宗教的时候 那很可能人家 相关部门就紧张了 他没有审视 那当然我们十几年前的形式 跟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可以 坦坦 就可以 放得开 好好去做 当然 我们佛弟子一定要 不犯 国制 一定要守国家的法令 再来是责任 你要选择好的合作伙伴 要见何同姐 甚至于 这个姻缘 是你派去的人 这个重不重要 派去的人 去负责一件事 假如他有问题 这一方的因缘 统统被影响 请问大家 成德有没有因果责任 有吧 所以有时候 一些同修 就跟成德说 你们可不可以派一个人来 那成德都说 派不出人 因为最起码 七个即使要做到 才能派出去吧 七个即使派 做不到的话 派出去会怎么样 铁定会有 人际关系的 问题产生 大家相不相信 相信吧 对啊 一次 没关系 两次 慢慢那个 人与人的热情 就过去了 接着就是 他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还说 这个是炉江的人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成德自己 也不能派出去 因为七个 即使也做不好 所以当时候 老法师给成德说 派一个人到汉学院去做 这个 训导出人 那成德也是想 很用力想 想到最后 那只能推荐 那只能推荐 李悦老师去 因为李悦老师 七个即使 那真是做到 成德 跟李悦老师 在海口认识 这十六年 他没有一件事 制作主张 你说三个月 六个月 没有一件不容易的 他是确实是 十六年没有一次 制作主张过 其实他的管理能力 的天分 那比成德高多了 大家学佛不能迷信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为什么成德现在 跟大家谈这个 很有体悟 因为之前 太多惨痛的经验 因为当时候到卢江去 我们同仁也有三百号人 有的都搞企业 搞得蛮成功的 可是他们到了卢江去 又听我讲课 他们就搞我看得很高 看得很深 因为他们听我讲课 就会觉得 蔡老师什么都知道 因为他们说 我昨天发生了件事 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个事 结果老师一上台 就讲了 又踏心痛 一个两个三个 传传传传 传到最后 整个中心就是 蔡老师什么都知道 那个有社会经验 管理经验的人 他们都有这个认知之后 你们知道武侠小说里面 有一个自费武功 我们这些同仁就 啪啪自费武功 因为蔡老师什么都知道 所以大家要了解 领导人心偏呢 会影响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心偏呢 也会影响领导人 互相影响 所以下面的人心偏呢 领导会死得很惨 领导的心偏呢 下面的人也会很惨 好呀 君臣一体呀 这是修妻与共啊 非常重要 所以后来呢 这中心有一些情况发生呢 我说你们怎么都没有 给我讲 他们说 你什么都知道 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下决策的时候 没有充分的这些情况上来 你怎么下 所以后来呢 跟师父比较近了 又跟师父一起干事了 发现呢 我们很多同修也都说 师父什么都知道 该反应的都没反应呢 决策又是师父下 最后很严重了 师父说 没有人给我讲啊 最后黑锅谁背 对啊 所以我常说 师父很多障碍啊 不单是说 人家有什么嫉妒啊 那个还是比较少的 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自己学生做出来 让别人不了解 甚至于让政府都觉得 怎么搞成这样 然后一说 哇 都是老法师的学生 就麻烦了 障碍不在外面 所以佛陀那个时候 阿南不是做了七个梦吗 第一个梦就是 这个心都陨落了 就是代表佛陀要灭肚了 其中一个梦 他就是梦到 有一只狮子死了 任何动物都怕他不敢接近 结果只有他身上的狮子虫 在吃他的肉 狮子虫啊 还死狮子肉 所以佛法是正法 外道是破不了的 谁能破正法 是我们自己福地址 才能破坏得了正法 狮子虫啊 吃狮子肉啊 所以你看梦子也是讲的透彻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家必自毁 而后人毁之 国必自发 而后人发之 我们现在学圣教 要去慧眼去看事情 而且随时要看到什么 根本 我们不看根本 都是看外在的缘 没有看到真正的因所在 所以我们上下要一行 表好法 不然我们这么多人发的 都是为往生寄绝 最后我们没有做好榜样 还做坏榜样 那请何以堪呢 甚至于我们的因缘 都会影响大众 对师长老人家的信心 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这责任重大 所以什么我们要把正法 把众生摆在第一位 不能把自己的面子 摆在第一位 所以你看当时候梦子 去劝那个 好像是哪一个国君吧 那他的那些臣子说 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的国君 孟子说 我是最尊重国君的 我跟他讲的话 都是为了让他做圣王 这是真正的尊重 你们都是只是讨好他 事实上你们是 拉他下水 这毁了他 让他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爱 什么是真正的敬 不能只看这些表象的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魏征大人 你说他不忠敬太宗皇帝吗 他是最尊重的 他在朝廷之上 等于是当面劝谏 不畏龙颜 可是当魏大人离开 这个朝堂的时候 他会不会再讲太宗一句不好 绝对不会 太宗是代表国家 他就出去了讲太宗不好 影响所有的百姓 人民对太宗对国家的信心 所以国如是一个团体 大家关起门来开会了 真的面好耳赐都没关系 为什么 对事不对人 我们是为大局 我们是为公事 所以孔子嘉宇有一句话 很有味道 君子于唯意之上相及也 为了道义 角度不同 我们可以真的面红耳赐 退耳相爱 会议开完了出去 英雄是英雄 因为知道他对事不对人 都讲真话 退耳相爱 所以开会的时候 一定要把真实的状况都讲出来 我们才能前世不忘后世之事 就进步了 所以开会是越开越有经验 越开越有智慧 不能越开越误会 但是讨论完了 出去绝对不讲团体一个不好 现在麻烦了 会议的时候都不讲 出去的时候拼命讲 那就完蛋了 一出去一讲团体不好 杀伤力最大 为什么 一个团体最无形的重要力量 就是信任 孔子那一句话 质地有生 自古皆有始 名无信不利 你看起来这个国家 好像都很有钱 只要他人名信心失去了 这个国家可以在一戏之间就垮掉了 这些例子都是有的 好 所以当时候 成德分享这一些 感悟 都是因为自己以前错得太离谱了 所以也供养大家 走这一条弘法立身的路 当然很惭愧 很忏悔 但是要更积极去面对 就像我们佛门的一位高僧 天清菩萨 他以前学小成嘛 是不是 然后毁谤大成 后来他知道大成殊胜了 拿起刀就要 把自己的舌头割掉 你看那种忏悔的勇猛 他的哥哥说 你以前用舌头 毁谤大成 你何不现在用舌头 来赞叹大成 所以他是高僧里面 作论 读解大成佛经最多的高僧 做了五百步论 所以我们 看到祖师的榜样 从前种种 譬如说 你从前所所的 所有的错 有没有价值 有啊 一转过来 悲愤变力量 危机变转机 烦恼变菩提 错误的经验 变成 普贤的广修 供养 所以佛门强调的就是 你会不会转念 一转 事事是好事 人人 是好人 成德讲到这里 你们应该是 充满笑容 那这样代表 刚刚我讲的话 你们有接受啊 不然我在这里 人人是好事 事事是好人 然后你们 成德也 有点搞不清楚 还是你们听到 这一句的时候 心里面突然浮现 哪一件事 是吗 卡住了 假如您愿意的话 就把那个卡住的 可不可以写下 传上来 我们再 接触接触 交流交流 那再说回来呢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就说 可是怎么每一次 我们私底下 发生什么事 还是讨论什么事 你一上去就讲了 所以我们都觉得 你都知道啊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 我说讲课 哪一堂课 不是讲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已 哪一件事 不是跟这个有关 那每一堂课 都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已 那你的是不是 哎呦 怎么讲到我了 对啊 那哪有可能讲不到 再讲的更根本一点 哪一堂课不是讲 真心跟忘心 那我们发生的是 哪有离开真心跟忘心的 怎么讲 一定都会讲到的吧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 这个迷信 我们学佛是要当个明白人 不能学佛了 就要搞迷信了 那还得了 那不是跟我们学佛的初衷 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学佛要有自知之明 好 为什么那一天 我们这个垂德学长 他不是听到我们这个 我们孝聪讲的 对老师不能怀疑 要守三个条件 最后这垂德也很有善根 他说哎呀 人家都没有怀疑 他就反省自己 那陈德一听 马上 这个心境啊 对真正修行过来的人 是正确的 我们这个守三个条件呢 这个对师父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牵涉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跟大家讲到的 修学的态度 老实 听话 真干 这个老实第一条 就是守三个条件 师承 师长讲到 学佛 学传统话 最重要的是 师承 这句话 大家有没有记住 好 师长老人家的根性这么好 成德是远远比不上 老人家这样的根性 都要守这三个条件 才能成就 请问我们守不守 好 我没有逼你们 你们不要回去说 我逼你们守三个条件 不行 逼人就是攀缘 攀缘就造业了 哇 那很多人可能 一说 守三条 烦恼来了 我又不在师父身边 你看人要有烦恼 容易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先讲 学习的心态 很多的烦恼啊 都是从心态不对的延伸出来 心态对的人 他都会有很好的思维 很多情况他是自己想通的 那比方我们学习里面有跟大家讲到的 不约就是说要主动 不约如之合 如之合者 无墨 如之合也议 遇到什么事情 不想着 该怎么办 主动去思维 主动去解决问题 他没有这个态度的话 那孔子说 那我也拿他 没办法了 有没有大家 在这里住了两个礼拜了 哎呀 关在这里啊 都不能运动 我这么喜欢运动 都不能运动 我们这个世间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吧 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好 无有众苦但说诸的 那个是佛徒 我们现在是在夜报的国土啊 娑婆界啊 有没有感觉 人生不如一世 长八九 因为我们的福报有限了 罪业太重 所以很多事不能圆满 不能说条件都具足 请问假如我们现在说 我做事的态度呢 就是百分之百的条件都具足了 我才干 那陈德可能会觉得 你可能一件事都不会干 那假如说百分之百的条件都到位了 才干 英国汉学院干了没有 那我们就不会见面了 这些言就不会延伸出来 那大家想一想 英国汉学院当时候的条件 我看才百分之多少 可能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那老人家是祖帅 干 这个时候 这个祖帅喊干了 干不干 干了嘛 但是你会越干 慢慢就会越明白 祖帅为什么干 所以有时候师长要干的事 你能理解 有些能理解 有些不能理解 当然有因缘你要请示 你要把你的考虑反应 反应了师长老人家知道 好 但还是要干 那你就干 因为老人家看的深度 长远性不一样 我就再拉回来 今天大家看的太上感变 老人家提到 韩英馆长给他护发 是吧 首先是提到 老人家在佛事被赶出来了 好事还是坏事 你们的境界挺高的 被赶出来都当好事了 你看 你们听到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昨天医道的哪一幕 他来不及进考场了 被关起来 人家关起来 他进不去了 所以你看老人家 他没有当坏事 因为他的信念里面 任何境界都是 佛菩萨的安排 所以心对的人 就因对了 因对了 缘是不好的缘 果还是好的 而且这个好 好到殊胜无比 被赶出来 现在到联合果 去上班 破了经世世界纪录 93岁还上班 其中有一个野门的大使 他说 他好像是两年前 还是三年前 他说我们在做准备 做什么准备 给净空老法师 在联合国过一百岁的生日 他是在大会的时候讲的 我当时非常感动 我说这一个大使 是佛菩萨的化身 为什么 他的普贤形 做得可到位 他在做什么 请佛注释 你看他说过一百岁的生日 那师父要满众生的愿 连那外国人都这么起了 老人家怎么可能不满 包含 大家要了解 有感有硬 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只要这一个是真发心的年轻人 跟师父真有缘 老人家不会走的 所以佛法你真正没有怀疑的 你的担忧就不见了 老人家常讲说 理得性恩 还有真想学的 真心想学的 哪有佛菩萨不教的 不可能 可是说到这里 那李秉人老师干嘛走 那我还要反问你 那佛陀干嘛走 流也是慈悲 左也是慈悲 佛法是不恶法门 左为什么慈悲 警醒众生要有无常观 假如佛陀就说 我的寿命是三千岁 每一个人还在吃香的喝辣的 明天再去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几多 这么一视线 你看 谁正果了 阿难正果了 阿难就有一个念头 没放下 我的堂哥是佛陀 所以我昨天要劝请几位学长 不要跟在后面干 要怎么样 站到前面去 分忧解劳 一个人还有一个念头 我的领导可厉害了 你的依赖心 那个念头就出来了 你的潜能智慧上不去 你要时时想着 我要替师父老人家 分忧解劳 告诉大家 你很快就接任务了 我这个都不是乱讲的 那时候 那时候陈德在海口的时候 师长老人家讲 哪个年轻人发心 我老人家给他磕头 我当时候 陈德没时间听 那时候在海口 然后是我们一个同仁 才十几岁 他不听经啊 我说你帮我听一下 你听到什么重点给我讲 是刚好在吃饭 他给我讲的 当时候陈德是觉得 让自己的师父讲这样的话 自己是学生 无地自容 就发了一个念头要分忧 念头一起来 就开始跑了 深圳 北京 汉头 温州 厦门 就开始走 走到最后 国内还不够 马来西亚 印尼 就开始飞了 感应可快 有多快 同时 你说我发达 怎么还没有 因为我们的能力 智慧 德行不够 一给我们派任务 添乱了 然后呢 干不下去了 坐在地上 我不玩了 我不干了 那佛菩萨不是 很无奈 佛菩萨那么慈悲 他看你那么难过 他也很心痛 可是你干到一半 进也进不了 退也退不了 那谁来收拾 佛菩萨来收拾 师父上人来收拾 但是师父上人有智慧 佛菩萨有智慧 我们能力还不够 他不会派任务给我们 能力够了 你不出来都不行 除非你不是真发型 因为全面都是缺人 没有一个重要的因缘 不缺人的 所以我们很多工作人员都 他们都干得很晚 很辛苦 人手都是比较不够的 好 所以刚刚问大家一个问题 师长老人家的智慧洞察 救世的这些理念跟因缘 那我们发心做哪一个 那大家发了愿之后 不要每天在那里想 怎么还没来派我任务 怎么还没来派我任务 这样变成打烦恼 有一个禅师 他开悟了 人家就问他 你这个开悟以前是怎么修行的 他说我是 这个挑水 砍柴 煮饭 那你开悟以后又怎么修行的呢 我还是砍柴 挑水 煮饭 那问的人说 那不是一样吗 他说不一样 还没开悟啊 修学还没得力以前呢 挑水的时候啊 想着要砍柴 砍柴的时候啊 想着要煮饭 那后来慢慢慢慢的 体悟到了 应该这么修啊 挑水的时候 挑水 砍柴的时候 砍柴 煮饭的时候 煮饭 最后再这么修了 就开悟了 开悟后 当然还是这么修 这个故事 挺有意境的 我们再引一句禅宗的话 叫行一禅 做一禅 雨末动静 体安然 这会修的人 安住 当下 穿衣吃饭 都是 用功啊 好 那假如我们现在发愿了 又一直在想 怎么没有给我接任路了 这叫未来妄想 所以发了愿 就要相信 佛菩萨是法界身 佛菩萨在哪里 佛菩萨在哪 法界身是什么概念 无处不在 整个宇宙都是 他的身 叫法身 对呀 做个比喻 整个宇宙是一个身体 那他已经正入这个境界了 你拉他一个头发 他知不知道 你拉他一个寒毛 他知不知道 对呀 所以感应 你发的念 你的菩提心是感 佛菩萨也定有应 但是已经发了 没有感 那就是因缘还没到 或者我们的能力还不够 赶紧安住当下 好好扎根 提升自己 我们有一位学员 他第一届 就过了 结果他考雅师 考了好几次 他那一次上课 尤其我们一些 同仁也在 上课是全班最用功的 坐在第一排 非常专注 用功 好几位学长 当时我的音缘都在 他的什么心开了呢 对师父的孝心开了 哇 他哭得非常厉害 尤其唱那一首《实战》 他特别触动 因为他十几岁 在新加坡跟着师父 缘得很好 师父也是手把手教他 后来还介绍他去拜徐醒梅老师 学儒学 很用心宅陪他 后来在那课程当中 他整个孝心发出来了 考雅师的过程 又回到家 又侍奉他的 好像是奶奶 还有他的父母 孝心整个都发出来了 就考了很多次 最后考上了 正准备要去汉学院 师父说你别去了 来当我的秘书 他当场就放下了 所以你看马上接任务 他的根基够了 心境够了 马上就接任务了 英国汉学院去不去 再干个几年 就去英国汉学院教书了 还是会去的 有缘就会去了 对啊 我们也有学长 英国汉学院 没读成 后来也是去了 英国汉学院教书 所以每个人的缘不同 但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愿心没有退 他没去汉学院 佛菩萨还是安排他锻炼 最后他 炼出金钟造铁布山 没有灶门了 他就可以去扛任务了 有灶门不行啊 比方说特别喜欢人家称赞 去接任务麻烦 人家几句话就把你给买了 好 师父老人家的行仪啊 我们懂得观察 太多太多学处了 有什么缘你要 他会清清楚楚啊 师父发了出家的愿 着不着急 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张家大师教导他 你学释迦牟尼佛 你自己不用操心 出家 人家来找你 你不用找人家 你去找人家 人家不同意 你还生烦恼 这一段大家听过没有 对啊 所以很多人都来问我 我想出家好不好 我都觉得 师父这一段话 他没听明白 师父出家 这么好的榜样 他都不学 然后呢 想出家的念头啊 想了好几年 都变烦恼 好 那我讲这理 我又没有要出家 所以要用心去领悟 这些世中的什么 道理 这个理是不分各行各业的 所以为什么 文艺之识 就是用心去领悟道理 一通就摆通了 好 告诉大家 佛门是最不分别 不执着的 唯摩洁经里面就讲 发菩提心即是出家 这叫心出身不出 在家人发的菩提心 实质上也是出家 所以你说佛门 不都在破我们的执着 有出家的释迦牟尼佛 还有什么 在家的唯摩解居士啊 你看这表演多圆满 文殊菩萨见到 这个唯摩解居士也要什么 顶礼三败 又老三杂 因为佛门是什么 师道 打者为师 所以文贸觉居士那些开示 很多都是破我们的 左向的 好 所以师长老人家 他发心了 他没烦恼 佛菩萨安排 人家请他九次出家 最后去请教李老师 他真的很诚心 最后就出家了 你看师父在进退当中 他很清楚 告诉大家 请师父出家的是福州人 所以福州人挺会修福报的 这个实在 挺不能嫉妒的 要赞叹 你看这个福报大不大 大得不得了啊 再来 阿弥陀佛大饭店 也在福州立起来 这个福报也被福州人修去了 我们要趁胜追紧 要学到 要赶快修这些大福报 好 再来我们再回到刚刚师父 讲到 他在景美图书馆 我私底下了解到 师父很多出家在家地址 在景美图书馆待不下去了 离开的 超过一半都不止 看不懂师父在做什么 甚至还有这些学生觉得师父懦弱 他就没信心了 就离开了 哇 一个人这一生的成就最大的关键 在三知识 就是他一职的老师 所以我们密宗 强调三根本 这个是黄念祖老居士 在报恩坛 第三十一拜 一心观礼 尽虚空遍法界 常驻三宝 十方护法 菩萨 金刚 梵天 龙神 圣贤等中 因为 这是 拜 护法 是事业的根本 老人家还有一句话 护法的功德 大过 红法 大家听过没有 为什么 因为没有护法 红法 发挥不了 你再有能力 没办法 红法立身 再来 护法的难度高 还是红法 护法 那红法的人 每天在上台下台 护法的人 面对的人事 多么的分杂 那难度太高了 他还能一直护下去 那个没有真正 为佛法 为众生的心 是办不到的 好 所以 里面最大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教学的人 用心要教 行政的人 明天给我编个短剧 要表演 明天什么 上面的人要来 赶快给我安排个什么 那个什么 作业部什么 赶快给我准备 赶出来 赶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 那我们在教小孩子 干什么 教他应付上面的 所以你看 理系学技里面 有没有讲 为普帝 不是学 好像是春秋 就是一年当中 就是两个时间点 他才来 上级领导 再来考察教学 让这个教学的人 有充分的时间 在他规划的教学 计划里面去 落实 你常常来检查 就把他的整个计划 都打乱了 所以你看我们古人 都很有智慧的 问题是现在 教学的人 也不学理系学技 官员也不学理系学技的话 大家就没有共识了 好 那 护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 不是退下的人做 是发心的人做 所以做护法 挑战也很大 因为发心的人 也还在学 那他面对 这些人事境缘 那么复杂 他也要高度警觉 我不能用习气 来做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 要去挑一个护法 他要完全了解教理 然后又很有行政能力 去哪里找 也很有难度吧 所以您看 师长老人家 在那个时代 为什么韩馆长 对他有一些态度不好 他都完全不放在心上 甚至只有念 韩馆长的恩 因为老人家都抓那个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这个世间福报都不足 哪有方方面面条件都具处的事情让我们做 抓那个最重要的事 就是只要不让我离开讲台 众生就能得利益了 长期讲经慢慢洪护的人才 不就听出来 不就发觉出来了吗 可是你因为 哪个态度不好 哪个条件不具处 就卡在那里 这个缘不就发展不下去了吗 所以有时候 老人在表演忍辱 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看得明白 所以老人家那时候没有修忍辱 我们今天怎么学佛 老人家这一忍成就了多少法源 上亿人都不止 好 所以刚刚讲到 有一个问题 说错了也要听 这个意义不一语 就是要完全信任 我们医职的老师 因为他是过来人 所以李秉兰老师开那三个条件 开出来的人 他已经是什么人 过来人 不是过来人 敢开这三个条件 再来 修行的人 责任心都很重 当这个学生答应的时候 反而是 他要扛起对这个学生的 负负责 负责了 一定要成就他才行 那处处的扇角方便 你看看那个师父一个表情不对 李秉兰老就把他叫到 房间去了有没有 看他 看他表情不对 一定有什么 看不懂的 叫过来 你是不是因为我对同学们的态度不对 你有疑惑 这个师父就跟他说了 对原成熟的怎么样 有打有骂 那些一提醒他 他就会记恨的 那这不能跟他结怨 那个就跟他保持好关系 他愿意来清静 他的善根也会慢慢成长 所以你看李老 那过来人 洞察机先 因为他已经过来人 他知道怎么护人 所以这一个 错了也要听 他的理 就是完全的信任 不能怀疑 善知识 刚刚跟大家讲 三个根本 第一个 事业的根本是护法 第二个 成就的根本 在密中讲本尊 念佛的人的本尊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你就是做阿弥陀佛 所以成就的根本 就是你念的那句佛 你修持的那尊菩萨 那就是我们修学的 成就的根本 第三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上师 就是你依止的善知识 我们有学长 他们学密 他们的上师 就是他们加持的根本 而且他们的上师 也是非常了不起 他们的表法 都是我们佛门 兴盛的景象出现的 他让他们的弟子 来响应汉学的复兴 就让成德想到一句 佛门的话 若要佛法兴 唯有生战胜 而且大家要知道 密宗是佛门的高级班 这禅宗密宗都是高级班 所以高级班必须有什么 基础 所以密教 他首先要学显教 十二年的经教 打好基础 其实这个都跟佛陀教的 是完全相应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非佛弟子 所以要扎基础的 所以他们的上师 也都看到 这师长老人家 他讲经说法都六十年了 这些佛门这些经教 讲得都很透彻 所以也都让他的学词 来扎好这个险教的根基 所以有时候 我们当弟子 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我们信任 慢慢走就越看越懂了 密宗有一个公案 密热日巴尊者 这个是密宗修学很高的 你们听过密热日巴尊者 修学也是很不简单 他也是小时候被人家欺负 后来学了一些写法 就把那些当初欺负他的人 杀了不少 所以就造了这些很重的业 后来他知道了 他要修行 就去清静他密宗的上师 结果他的上师对他太苛刻了 让他背石头盖房子 那个石头都是这么大一块的石头 那他都都是全身都是伤痕 一件接着一件 通通都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他都忍住 就做 做 做 结果做到第九件做完了 还有一件 他的师母看不下去了 就第十件 他师母就出面了 他就没做成了 所以讲到这里 有没有想到哪一句成语 不可以 女学长你配合一下 你们讲出来 我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不可以 妇人之人 你们不要这么紧张 我们已经强调 依依不依语 意思就是说 不能请子做主吗 富有众生 做大福田 取向分别 请子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现在的男人 请子也挺重的 一定要讲这句话 人家心才能评 以后台上要记住这一点 只要讲到女人的问题 最后一定要补一句 男人的问题 出言要顺人心 然后 后来 他这个上司就说了 他说因为他造的虐太重了 我叫他做的这些事 都是把他的业障给颤掉 所以你这么一做 他就还有一部分的业障 颤不了 所以 成德讲这个公案 也就是说 我们在医治 善知识 比方说我们医治 师父上人 守着三个条件 那我刚刚说 有人烦恼起来 我又不在师长身边 临位成功 找方法 不畏失败 找借口 所以这个世间 你要懂得 去解决问题 我们要去做这件事 一个决心就做了 要不做他 想一千一万个理由都有了 所以刚刚跟大家举了 我们在这里 关起来好不好 不拿手机好不好 现在觉得 不想把他要回来了吧 心清静不少吧 对啊 好啊 好中有没有不好 当然有不足啊 就不能 像天安门这样去散步跑步啊 是不是 没有那么大空间啊 出不去啊 礼拜天才能放出去啊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存在的情况 你今天到一个团体去 告诉大家 挑毛病啊 very easy 怎么可能没毛病 去西方极乐世界才没毛病 大家都还在修行啊 但你要看到他最可贵的在那里 一条毛病啊 再好的缘 你跟他都没缘 所以处事最重要的 那一份 纯性 孔子说啊 君子意以为止啊 君子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 道义 意以为止 理以行之 讯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在 每一句再开起来 都很有味道 但是他第一句 意以为止 什么是意 意就是应该的 意跟利是对立的 是吧 所以意就是不讲利 不讲自私自利 可能我讲到这里 那我在这个团体里 我在某某进宗学会上班啊 我有领薪水呢 领薪水就是利啊 太着象了吧 他来全心全意 护持 尽忠学会 意啊 尽忠学会 尽心尽力 把他的家庭生活照顾好 意啊 哪那么着象 一着象呢 去做义工 没领薪水 看到领薪水的 就高一节 领薪水的 完了 所以啊 有没有功德 并无功德 你心用错了 哪有功德可言 所以啊 五度鲁莽啊 般若为 道啊 般若是眼睛啊 五度鲁莽啊 有了波罗 那五度才叫波罗蜜啊 只要一着象了 前五度通通都是修福报而已 通通都是修三四愿啊 所以什么是波罗 不着象就是波罗 好 所以在讲到 刚刚说的 事情都不是圆满的 那 我们既然是 一 不强条件 今天有缘到的这个团体 正其宜 不谋其利 明其道 不计其功 这两句话 熟不熟悉 师长老人家 四千五百年 老祖宗 是怎么教导后裔的 那个立身 处事皆悟 处事不就这一句吗 这一句告诉我们什么 处事 只有 正其 夷 夷 夷就是意嘛 不谋其利 明其道 不计其功 所以面对任何事业 因缘 只有什么 道义 没有什么 力 功力 一讲功力 就不在道义当中了 这一句话要不要受词 这一句话一受词 保证你烦恼没了 我们很多烦恼来自于什么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这个条件怎么 这个制度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他都修多少年了 怎么可以这样 啪啪啪啪 一堆都挑出来了 义的人不是这样的 义的人有缘呢 怎么利益对方 怎么让这个团体越来越好 义 他没其他的念头 所以啊 为什么说修行人是越修越简单 不是越修越复杂 越修越简单 简单到最后只有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越修越谦卑 修到最后只有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实事凡夫 越修越惭愧 好事像别人 坏事像自己 事情出问题了 责任自己扛 好事成功了 功劳都是别人 随喜他人 这是一位已经在西方的 原因法师 他的法语 成的那时候看到觉得 哇这个心法太可贵了 可以拿来让我们在修行的当中 勘验我们走对了还是走不对了 好 所以这个是心态对了 真的心里面都是正能量 都是正念 不会烦恼 好那刚刚是讲到护法 不容易 团体现在红法 红护正法都不容易 那我们再拉回来 我们亲近三知识 假如这个是 你觉得是错 你觉得他是错 你可以请教 但是假如三知识跟你说 你先做再说 那这个时候 你不理解 你就跟着做 有时候不给你讲 怕把你的什么 雾门 给堵住了 可能都有他的考虑 用意在 所以你看师父 他守那三个条件 老人家有没有说 为什么叫他守 没有啊 为什么不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讲 李秉兰老师 为什么不跟他讲 为什么这么做 很有味道 你看那个 郭露酱的成就高不高 高 为什么他高 连问都不问 他那个信很深 问的人 信有可能就没那么深 要讲有可能 不要说 信没那么深 很多人就内伤了 出言要顺人性 很可能就没那么深 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 鱼不可及啊 那个不是真的笨啊 那不是鱼是 他那个鱼是什么 老实到 别人做不到 你看海贤老马师 不是也老实到 别人做不到吗 你就一直念下去 他就 老老师就念了 也没问 他也没问 他的老师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没问 勾勒酱也没问 就是因为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才能撤得出 这个学生老实到啥程度 我又讲破了 也有人家问你们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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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 到底该讲不该讲 我现在还在拿捏当中 我刚刚有没有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我是说而无说 你们是听而无 当然了 陈德说完了 你们真的是什么都没听到 那个意思是 你听完领纳了 而不是印记在心上 所以说实在的 比方说 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们在 这现在要想哪一句 回应呢 那已经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你印的东西 谁问谁答 那才是你学到的 好 那当然 陈德 拙见 供养给大家 听完其实大家领会那个道理 那个心境到位 你就知道怎么应对了 你可不能要去遇到师父的时候 还在想我是怎么讲的 这个招数要出哪一招 就麻烦了 那我就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所以你们就知道 我杀了不少伯仁 所以现在都吃不胖 是结果 原因是有些话 讲过了 把人家的雾门给堵住了 好 你不理解 做了再说 第二种状况 就是说 这个错 这一件事你不理解 你也没有判断 你只是觉得 好像不是很妥 这个时候你先做了 第二 你判断是错 你很有把握是错 可是老师说 你就干吧 这个时候干不干 无伤大雅 干 是吧 对啊 好 请问 你现在跟了一个领导 有一件事 依你的经验 很有把握 这样是错 然后他说 就这么做 然后你就跟他 搞到呢 半夜三更还没睡觉 好 最后 隔天两个人都 昏倒 那这样没智慧 这个时候 该横顺 要横顺 甚至于有时候 现在劝领导可不好劝 因为领导也还在学 你那个应对分寸的拿捏 论语里面也有教 似君说 似书 朋友说 施书 你劝他 这个 要散巧 然后 劝三次了 不听了 不能再硬劝了 那这个时候 假如那个错很严重了 你劝了三次 不听了 可以离开 离开 你的心还是为他好 还是借由离开去劝 这个心就用对了 你带着怨恨走 你前面的功德 全部烧掉了 好 第三个情况 你判断是错 可是领导又叫你要这么干 但是这个错足以摧毁团体跟传统文化 你干还是不干 所以理智很重要吧 你不能搞情职 这个时候要学唐太宗 坐在地上哭 嚎啕大哭 把他父亲李渊给劝住了 嚎气水 他会愿唐太宗用上了 因为他爸爸要这么做 他判断绝对全军覆没就完了 他就哭了 爸爸还是心疼儿子 最后就听他的 好 医道 有一段没剪出来 有一次 刘亦太叫许俊去治一个 宰相的太太 然后给他指导 你这么治 结果许俊去了 这是一个 你用错他就断气的人了 很危急 许俊一他跟老师学的 这样用绝对不行 这病人没命了 老是叫做的 咋办 做不做 所以他没听他老师的话 他还是依法 不依人 所以他老是考他的 把谁摆在最前面 众生 你把众生摆在最前面 就是对老师 对领导最大的尊重 不然你做错了 谁背黑锅 不是背黑锅 谁背因果 这个时候用词不当 谁也有因果责任 对啊 所以你看 法都是圆容了吧 好 所以有一句话叫 一止成病 你一有执着 佛法都变世间法 所以真会修的人 时时六根接触六成 观自己有没有执着点 这是会修的人 所以有没有人一听师父说 错了也要听 这一句话卡在心里 卡了好几天 是不是讲错了 有一些话你听不懂 也不要挂碍 先放下来 有机会再问 不要又好像变卡住了 包含有学长也问到 师父那个时候有讲说 汉学院的学生 学好了出来 以后可以改正经典的措置 我们一听到这里说 不是不能改经吗 对啊 不能改经啊 那个会几本 为什么会几没有出善本 就是前面的人都要改经了 发现这个字错了 可以把它住在旁边 因为那个就发现那个严重的错了 住在旁边 后面的人就利益到了 但是不能去动那个字 不然后人都乱动经文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蜜豆腐